严调机构指出第三季全球DRAM的总产值 大概有93亿美元计增9% 展望后世 严调机构认为今年全球的DRAM产值 应该会比去年大增4成左右 因此包括了三星 海力士 还有美光等等的DRAM大厂 全年获利渴望因此社会持续攀升